螢幕截图与编辑 Shelter这一支程式是非常好用的程式 那它可以帮助你快速截取 螢幕上面的图片 并加以编辑跟诸解 你再输入关键诸解 这个时候Shelter会起来 Shelter起来的时候 那没关系就让它做 你也可以选择直接选择关闭 那Shelter出来之后 你可以选择你要截取的各种状况 那我个人通常会先做一下偏好设定 里面说你截图的时候 要不要包含滑鼠指标 什么时候开始编 那我个人通常会设定5秒 为什么 因为当你按下截取的时候 有时候它截取速度太快 你来不及到定位点 给它一点时间 那去做 那它档案存档 会存在图片里面 如果你不希望存在那里 你可以做一个不同的 位置变化 关闭 我们首先来设定 可以截取全萤幕 假设我们这一张萤幕 我们要抓取 就选取截取全萤幕 然后这边54321 然后截取画面 好这样就已经截取了全萤幕 假设我们要截取视窗 好 那如果我们要截取的视窗 是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小的 截取 假设我们的视窗并没有那么大 我们找一个档案中管的视窗 来截取 只需要这小小 那就请你选择截取视窗 瞄准了这个视窗 5秒钟之后 5秒钟之后 他一样会截取视窗 再来是截取选取区域 假设我只要很小的一个区块 那你可以选择截取区域 这个时候他会 法属这边会有个十字箭头 你可以选择 假设我只要选择 选完之后 记得按下Enter 他一样会帮你截取这一小块 那他的档案会放在这里 给大家看 你需要额外的编辑 你就直接选择编辑 编辑里面他有不少工具方便你用 做一个特殊的标示设定 那这边他会特别 让你和其他区别 如果你不想要有 就直接把这透明度去掉 这样他就是一个 跟原来背景后面一样的区块 那也有箭头特别说明的 可以拉 输入文字 假设你要在这里做一个注解 好 那你就打 做注解 做注解 然后还可以做马赛克 然后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最后 还可以做检查 这样就可以帮你完成一个 快速完成一个 螢幕的截图 说明的制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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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